最後一章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既然我們都知道環境中的這些影響生態的一些因子 還有一些人類所產生的破壞 那我們如何能夠利用我們所知道的這些生態學 或者是環境變遷的這些知識 做所謂的conservation biology跟restoration ecology 就是所謂的保育生態學跟富裕生物學和富裕生態學 在這章裡面其實很有趣的是 就我剛剛講說我們利用我們對於ecology的這些知識 來做sustainable biosphere 就是各位現在常聽到永續經營或永續生存的概念 就是我們所謂的永續生存就是指說藉由我們對於生態的了解能夠 跟生態的變化跟各種不同的物種和平共處的一個過程 最後在這一張其實就是整個課本的結束 當然這個Neil Campbell這位偉大的作家 他在最後要告訴我們就是說 當我們能夠真正的appreciate我們的biology 我們才會對我們所生存的地球有一些 產生一些保護的作用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呢要能夠了解才會去保護它 那我們要能夠 我們要能夠欣賞才能夠去保護它 我們要能夠了解才能夠去欣賞 所以這句話呢 其實意義是很深遠的 也就是說 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這個life science 或是整個地球的這個生態 有足夠的了解呢 我們才會想要去保護它 那這個我在上禮拜也講過說 這個生態的保育不是生物學家的事情 也不是生命科學系學生的事情 是每一個地球上的人都應該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好 在這個講到生態保育 或是要講到這個富裕生物學 我們要先問說地球上到底有多少species 這個當然是一個沒有answer的問題 但是呢一般人會說 目前我們知道的在所謂的這個 barcode of life 就是所謂的這個生命密碼的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目前已經document的這個物種 大約有這個180萬種左右 但是我們目前估計 可能有這個1000萬到2億 或甚至每個人估計不一樣 但是這世界上的物種 的確是遠超過我們目前所document的 那在這個環境當中呢 這個tropical forest呢 可能又是有 具有最多的這些物種的區域 但是我們對於它的破壞呢 其實是在一個非常快速的過程當中 那這些快速的改變環境呢 或是造成這些物種的消滅呢 對我們地球來講是一個很嚴重的破壞 所以這就是 我們待會兒就會講到一些 很多不同的一些情形在 不管是漆地破壞也好 或是外來種也好 我們對於這個生態的破壞 其實是超乎各位想像的 然後這個物種的絕滅呢 也是超乎各位想像的 所以 並不是說這個什麼 很多物種的消失呢 就讓它消失算了 比如說 櫻花溝穩歸 有些人說 反正在鈔票上有印嘛 對不對 就是在鈔票上看就好了 不需要跑去七家灣西看 可是各位要知道說 它除了呢 只能在鈔票上看到之外呢 如果櫻花溝穩歸 或是其他的一些 瀕臨絕種的物種 真的在地球消失了 當然這個物種消失 可能跟你我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呢 這個物種消失 表示這個七地的破壞 這個七地的破壞 表示這個環境的變遷 這個環境的變遷 表示各位所生存的環境呢 總有一天會被 完全徹底的毀滅 所以 所以櫻花溝穩歸 不是只有在鈔票上而已 它其實影響我們的生命 或生態呢 其實是有很重要的這個關聯性的 這個呢 就只能說 我們在地球上有很多的 最近才被發現的一些物種 可是呢 如果我們不去保護它的話呢 在過度的這個 這個deforest 或是一些砍伐森林的結果呢 造成了七地的破壞 讓這些物種 都來不及被document 可能就已經消失了 所以 conservation biology呢 就是所謂的 保育生物學呢 其實關心的呢 當然是我們今天 過去這兩週所探討的 這個ecology 當然也有跟 前面所講的physiology 甚至呢 我們待會看到呢 跟 molecular biology genetic跟evolution biology呢 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resurrection biology就是 想辦法讓我們能夠盡量的 return 這個degraded existence to the condition as similar as possible to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natural state 當然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是我們待會呢 會有幾個例子呢 給大家說明說 這是可行的 所以只要我們用對方法呢 或許我們的確是可以富裕 然後盡量的恢復成 它原本的這個 nature的狀態 biodiversity 我們剛才前面有談論過 是屬於生物多樣性 那生物多樣性 我們在之前在談的時候呢 並沒有特別去談說 它的主要的component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呢 從富裕的角度來看呢 到底生物多樣性 對於一個 一個生物 一個環境的這個保育 有什麼關係 多樣性其實可以 從三個層次來講 一個是遺傳多樣性 就是指在一個物種當中呢 有很多不同的population當中呢 有很多這個遺傳的這個 多樣性的組成 這跟一個區域的這個 物種的量的多少呢 有很密切的關係 再來就是物種的多樣性 就是我們前面所講過的 一個環境當中呢 多少物種的量 決定的這個環境當中的這個多樣性 這是一般來講 大部分的人會認識的這個 biodiversity 都是在中間這個level 第三個level呢 是指比較大的scale 有在community跟ecosystem上面的 這個所謂的多樣性 那在講到species diversity上面呢 我們要介紹兩個turn 一個turn呢 叫做endangered species 一個叫做threatened species endangered species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 瀕臨絕種的生物 那這種生物呢 通常都是因為數量過少 或是呢 它的漆滴被嚴重的破壞呢 導致了它快要沒有辦法生存 或是幾乎快要絕滅 這種almost becoming extinct的 這種species 我們稱為瀕臨絕種的生物 那有一些生物是 即將不向瀕臨絕種 那種我們稱為 這個受到威脅的這些生物 那這兩個當然是不同等級的 受到保護也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在目前所知道呢 大約呢 這個memo呢 大約有這個20% burne呢有12% 在amphibian是最多的 32%呢 都已經受到了這個 幾乎快要絕種的這些威脅 這個是在這個 E.O.Welson的這個 書裡面所提到的 目前有大約100種 這個物種呢 它是 它的數量是低於100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世界上呢 它的整個population的數量 也少於100 比如說這個 這些 課本上所列出來的 這些動物都是 當然包括這個 中華白海豚也是其中之一 就是在這個 雖然不是列在這個裡面的 100個生物裡面 但是它的數量呢 的確也是非常少 所以在 破壞了它的生態之後呢 恐怕就 沒辦法再復原了 這個small population的 這個case 我們大概會再提到 那有一些生物呢 其實呢 它是有一些 很重要的生態地位 比如說 舉的這個例子 這個bat呢 它是一個重要的 pollinator 就是所謂的這個 受粉者 這個傳粉者 如果沒有它的話呢 很多的花 很多的植物是沒辦法傳粉的 就像honeybee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傳粉者 所以這一類的角色呢 就扮演了很重要的生態地位 所以對於這些物種 如果它滅絕的話呢 對這個地區的生態 當然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 我們來說 為什麼 這個是有一個很有趣的字 各位可能以前 唸英文的時候 沒有唸過這個字 這個字呢 叫做biophilia 但顧名思義呢 就是這個字 大家可以從自首字 跟猜出它的意思 基本上它就是說 人類呢 其實是有一種天生的這種 趨好或趨勢呢 是喜歡接觸自然 所以我們對自然 是有天生的這個喜好 藉由這個天生的喜好呢 我們會對於這個 Biodiversity的價值呢 其實會有我們自己的一個認識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 剛才在我剛才前面的 Key Concept 我講過說 如果你要對這個生態保育 有盡一份責任的話呢 你必須要先去欣賞它 然後也要去了解它 所以biophilia其實就是說 人類呢就有這種天性 但是呢 你必須要對這個環境的認識呢 多有一分程度的認識呢 你會比較願意去 去做這個工作呢 是去促進這個 Biodiversity 那這Biodiversity 對人類的Welfare 其實有很密切的關係 待會我們會提到說 為什麼Diodiversity呢 跟我們人類有非常密切的關聯性 首先要講一個就是 如果你 雖然我不認為每件事情 都是要從人類的角度出發 但是呢如果你是以人為本呢 你什麼事情 你就不要從人類的角度出發的話 Biodiversity呢 跟人類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最經常被提到一個例子就是 所謂的這個天然物化學 尤其是在植物 藥用植物 或是植物 天然物的這個藥物裡面呢 我們經常會發現說 有一些植物呢 它具有一些 比如說抗癌的成分 或治療過敏的 這些藥物的這些主要成分 那這些成分呢 很可能都是生活在一些 一些比較特殊的環境裡面 如果我們在還沒有發現這些 藥用植物 或是這些植物的效用之前呢 這些物種都已經消失的話呢 那我們就很難有機會 去找到這些所謂的抗癌藥物 所以如果你就算是 for人類的onset 就是for人類的生存的目的的話呢 保留這些 或是保存這些生物的多樣性 也是有極大的幫助 因為這樣才提供我們未來發展 或者是發現這些重要的 這些藥物的一個重要的database 所以這個是從生物多樣性 或者是遺傳多樣性的角度來講 對人類有密切的關係 那ecosystems surface呢 當然不止於如此 並不是說 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跟植物啊 藥物啊 或者是天然物這些抗癌的 這些成分有關 其實它也是sustain了我們 每一個人的一般的一些日常生活 或者是整個ecosystem的這個 的這個興衰 包括的是像是一個 一個ecosystem呢 會做這個水啊 或者是空氣的這個過濾作用 比如說我們說這個 Amazon呢 是這個地球之費 之所以是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呢 它可以藉由這個光合作用能夠 產生大量的氧氣 所以呢 這個具有清除這個 Air跟Water的這個作用 還有在很多的這個細菌啊 藉由它的這個 decomposition的作用呢 能夠將裡面的一些 有毒的物質 經過有效率的方式 進入分解 或者是在這個 Nutrient 剛才講過 Nutrient Cycling等等呢 都有一些幫助 當然跟這個氣候的調節呢 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說 既然Biodiversity這麼重要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呢 會讓這個生物多樣性呢 慢慢的消失 或者是物種會逐漸的消失 有哪三種理由 三種威脅呢 是對於這種Biodiversity 最明顯的呢 第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 漆地的破壞 Habitate Destruction 再來就是 Introduce the species 就是所謂的外來種 第三個就是 Overexploitation 就是過度的開發跟利用 所以呢 一個是對漆地破壞 一個是引進外來種 跟最後的這個 過度利用呢 都是我們破壞 生物多樣性 三個最主要的殺手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說 我們要如何 對這些了解 才能改進 這三個 對於這個環境破壞的影響 好 Habitate Loss呢 當然是很明顯的 在過去呢 發現說 很多的這些物種呢 它在經過了這個 Habitate Fragmentation之後呢 它就造成它的 Biodiversity的喪失 這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喔 那這些例子呢 就我們就不一一的講 比如說 圖片上可以告訴我們說 這個是 各位有去過加州就知道了 在洛杉磯附近呢 就有很多這些 在這個Valley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住家 那這些不同的人 居住的地方呢 就把原本的這個區域呢 做了切割 這個切割的結果呢 就造成原本生物呢 該有的這個 像Corridor這些生物廊道呢 可能就會受到破壞 或是有些Habitate呢 就會因為有人的居住呢 產生的破碎化或是這個 區段化的這個現象 那當然對於生態 是造成很明顯的影響 這個是我們在上個禮拜 上課就有講過的 這個外來種的問題 這個外來種呢 有的是有益的 有的是無益的 不管有益還是無益呢 這些外來種呢 會造成漆地的明顯破壞 我們今天講兩個例子 先講第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發生在 關島的一個 著名的事件 就是呢 這個如果各位有去過關島的話呢 去關島就發現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呢 是那個地方沒有鳥 就是呢 整個島上沒有 看不到任何一隻鳥 為什麼看不到任何一隻鳥呢 就是在過去呢 我忘記在多少年前呢 就不小心引進了 這個Brown Tree Snake 這是無益的 就是因為這個貨櫃的關係呢 不小心把一些 這個Tree Snake 帶進這個島上 那這個Tree Snake會Eat 這個 會把所有的鳥的 這個egg給吃掉 所以呢 就因為這個 這個外來種的量實在太多了 所以把當地所有的鳥的這個巢呢 裡面的蛋全部吃掉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在經由這樣的一個 外來種引進之後呢 完全破壞了當地的鳥類生態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deversity的一個影響 那這個是指在這個 美國的南卡這個州呢 當時有很多的地呢 因為可能會被風給風化掉 所以呢 它為了維持這個土地 想要多種一些植物 所以引來這種 那種藤蔓類這種 藤葛類的這種植物 那這植物呢 因為對於這個地方來講 是屬於優勢種 所以呢 最後就發現了 這地區呢 到處都是這種 這種植物造成的這個 嚴重的這個生態的這個不平衡 所以不管是這個植物的 這個外來種的影響 或是這個動物的外來種影響呢 都可以告訴我們說呢 的確呢 是對於這個生態環境呢 會產生明顯的 台灣有很多的外來種 我就不一一舉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那個 特有生物中心的這個網站上面呢 就會列出目前台灣 所有 不管是動物也好 植物也好的一些 所謂外來種的一些影響 剛才講說第三個 會影響生物多樣性 就是Overexploitation 所謂的過度利用 這個最有名的呢 當然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這個台灣的黑鮪魚 在日本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黑鮪魚就是 Brufin tuna Brufin tuna呢 現在是全世界呢 就是想辦法要禁止捕捉 可是呢 日本啊 還有台灣 某些這個 漁業的相關的單位呢 對這些事情 是採取比較保留的態度 可是呢 黑鮪魚在台灣 或在日本呢 其實已經造成嚴重的捕捉 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族群的量呢 如果你過度的利用之後呢 當然一定會衰退 那要復甦呢 需要take很長的時間 所以這個過度利用呢 這個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你只要少去日本料理店 少去吃一些黑鮪魚的話呢 你就可以盡一些你的責任 所以 如果你一定要吃的話 你可以少吃一點 如果你可以不吃當然是最好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要探討幾個 在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個瀕臨絕種的動物呢 為什麼他會瀕臨絕種呢 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的理論 可以支持這個瀕臨絕種的這些過程 那在這裡面要介紹兩個非常重要的approach 第一個叫做small population approach 第二個叫declining population的approach 第一個small population approach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100 heartbeat的這個idea 也就是說這個物種呢 如果已經超過100 就是整個地球上只剩下100隻以內的話呢 這麼小的population呢 當然對於這個物種的永續再生呢 當然是很明顯的影響 所以這種是屬於這個物種的這個族群量 非常非常低的時候呢 會造成瀕臨絕種的現象 但是有一些物種呢 量並不多 並不少 但是呢 它也是逐漸在decline當中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藉由下面幾個例子 來跟大家做一個探討 首先我們來先講一個就是 一個小的族群呢 為什麼它會逐漸的進 進行到瀕臨絕種的這個危機呢 就是因為它會follow一個叫做extinction的voltex 就是像一個漩渦一樣的 它會越來越糟 是一個positive feedback loop 為什麼 各位可以看一下說 當你的這個族群量很少的時候呢 你會呢 沒辦法就會產生比較多的這個 這個inbreeding的這個現象 然後呢 這個genetic drift的這個現象呢 也會發生 然後之後呢 就會產生你的這個 遺傳的變異性的降低 因為inbreeding 因為genetic drift 那這個遺傳性變異性降低呢 當然會導致你的fitness降低 在面對的變化的環境當中呢 你的生存力的fitness呢 survival呢就會降低 那當然就會降低你的reproduction 降低你的metality 升高你的metality 就是死亡率 最後結果呢 就是又回到更小的族群 所以就像是一個漩渦一樣 一直往下轉 然後你就永不附身 就是越來越向下沉淪的感覺 那這個實際上呢 是可以test的 在做實驗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去問說 如果這個地區的species 是已經變得非常非常少之後呢 這個物種的量變少之後呢 是不是因為那個地方的 genetic variation變少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不可以introduce 就是增加它的這個genetic variation 這個實驗呢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 在美國的一種鳥類呢 這個地方呢 在還沒有做之前呢 還沒有進行這個translocation之前呢 它的這個 裡面的這些male bird的數量呢 是逐年的地減 那之後呢 它就將這個另外一個地區的 同一個species的bird 引進到這個地方去 那因為它是從不同的地區引進的 所以呢 這些引進的這些species 這些鳥呢 它的這個基因的這個變異呢 是跟這個當地鳥是不太一樣的 換句話說 藉由這些translocation呢 增加它的所謂的遺傳的變異性 所以藉由這個impoded的 這個genetic variation呢 可以讓這個地區的這個population 就上升還 上升還就是因為說 比如說這個地方呢 是去看它的這個egg H的比例 egg H比例呢 就決定了它這個數量的增加 也許這個地方的鳥類的這個蛋 就變得越來越脆 變得越來越薄 或者是比較容易受到破壞 所以它的能夠孵化的量呢 就變低 可是呢 藉由這個遺傳變異性的增加呢 可以增加它一些 比較優勢的這個基因的存在呢 這個方式呢 就可以讓這個egg H 就是孵化率呢 提高 孵化率提高呢 當然就可以讓這個地區的 這個物種的這個量呢 可以升高 換句話說呢 這個votex hypothesis 的確是存在的 而且這個存在原因呢 跟我們剛才前面講過這個 inbritian所造成的 genetic variability的lose呢 是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呢 如果你強化了這一塊的話呢 它就可以逆轉呢 回到比較高的population 所以這個實驗可以直接證明 有這樣的一個關係存在 另外呢 再討論到這個物種的這個size 它的population size裡面呢 還要注意的是 有幾個term 第一個term呢 是minimum的viable的population 它是指說呢 在一個區域裡面呢 這個species 就是指整個population要能夠存活 最小可以容許的 其實是不一樣的 有一些物種呢 它就算是只有一百隻 它還是可以存活下去 可是有一些物種呢 它如果低於三千隻 可能就沒辦法存活 所以每一個物種呢 它能夠存活的最小數量呢 是不一定的 那這個需要決定 所以我們在研究上面呢 就要知道說 到底它的minimum 的viable population mvp是多少 那這個mvp呢 決定於這個 它的存活率啊 還有它的在不同時間的一些 population的這個survival的改變 是有關係的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 meaningful的estimate 是要叫做 effective的population size 就是 真正有效的population size 就是具有生殖能力 或是具有生產力的這些 才是有 因為如果今天它有一百隻 可是其實只有兩隻 是具有生育能力的話呢 那這個物種 還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所以不是只有說 看總量是多少 要看真正有生產力的 所以這個叫做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這有一個公式 這公式不用記 但是你可以知道的是說 你真的要知道的是 它為什麼要寫 nf跟ne呢 這個nf,ne呢 是表示 nf當然是female m當然是male 但是這個 不管是male或female number呢 是必須要是breed successfully 所以大家算這個所謂的 effective population的時候呢 它基本上要算的這個參數呢 是必須要算 有生殖能力 或是能夠成功生殖的 這些male跟female的數量 只有這些數量的多少 才決定的這個區域 這個population的這個 是否能夠真正的 永續 能夠不會瀕臨這個絕種 舉的例子呢 就是用這個grizzly bear grizzly bear呢 是大家可能蠻喜歡的 就是叫做這個灰熊 這個灰熊呢 它這個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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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附近呢 這個比例呢 他們經過長期的研究 發現說呢 其實呢它的population比例 是有400 所以看起來好像不算少 但是呢 它真正的這個 有生產力的 就是所謂的這個 effective的這個population size呢 只有100個左右 所以呢 它其實還是非常 瀕臨這個絕種的這個危機 因為呢 在這樣情形之下呢 就會造成它的 genetic variability呢 是比較低的 所以這個是 是讓這個 國家公園呢 要擔心的說 要如何才能夠 讓Yellowstone的這個 grizzly bear的population呢 能夠受到保護 所以這個是他們有 進行一些長期的研究 來知道說 它到底呢 目前它的genetic variation 是什麼樣的行為 藉由這個定期的抽血採樣 能夠知道 剛才這個是講說 在一個族群呢 變得比較少的時候呢 個數變得少的時候呢 會出現這個 所謂這個voltex的現象 但是有一些物種呢 它其實並不是個量 數量變得比較少 它只是慢慢的decline 這decline是有原因的 這decline的原因呢 大多數都跟環境中的因子有關 所以我們要了解 到底是環境中 什麼樣的因子呢 會讓這個population decline 那如果我們可以移除這個 影響它decline的因子的話呢 那這個species就有機會 能夠復育 所以我們這一章要講的 就是復育生態學 或復育生物學 這舉的例子呢 是用這個upec upec就是啄木鳥 這啄木鳥呢 它所生活的棲地呢 必須要是在這個樹林裡面 但是呢 它下面呢 不能有太多的這些 低的植物的這個種植 也就是說 在這個生態系裡面呢 必須要都是一些 比較高大的樹木 它下方的這些樹木呢 要變得比較少 才是適合它的這個棲地 如果呢 你最後這個forest呢 變成是有很多的這些dense undergrowth的話呢 對這種物種來講呢 它就比較少 有機會有它的這個breeding的cavity 就是它這個 這個鳥的這個鳥 在樹上的這些樹屑呢 的這個量呢 就會變少 所以呢 藉由這些知道它棲地的這個特性之後呢 如果你可以讓這些棲地呢 變成是它比較合適的環境的話呢 那這個decline這個因素呢 就可以藉由改變這個生態環境呢 產生一些影響 所以這個是藉由這個研究它的7D的特性呢 來知道說 到底它要怎麼樣的這個改變 才能夠讓這個物種呢 它的這個diversity 或者是說這個物種的這個密度呢 能夠維持在不會瀕臨絕種的一個階段 好 接下來我們要談論的 其實是一個很嚴肅的issue 就是說 經常我們在做這個保育啊 或是富育的時候呢 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人類當然還是要為了人類的開發 跟人類的利用再去思考 所以很多時候 不管是生態的保育或經濟的開發 經常是處於對立的狀態 那這個對立狀態呢 當然並不是零和遊戲 並不是每件事情呢 最後的結果就是 不是這個經濟部獲勝就是環保署獲勝 並不是這樣子 而是呢 你必須要考慮到這兩者之間的衝突 然後想盡辦法呢 能夠manage 讓這件事情呢 能夠不要產生太強的這個negative effect 那怎麼做呢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們待會會有幾個例子 來跟大家說明 那在這個之前呢 我們先看說 到底人類的破壞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一些危機 我們剛剛講的是七地的破壞 是指大規模的七地破壞 可是即使不是你大規模的七地破壞 你把這個環境的產生了很多 剛才講的這個fragmentation跟age呢 也會造成一些影響 比如說呢 有一些species當然呢 它會增加 因為它是喜歡在這個 這個邊緣的這個環境下生存 因為它這樣可以 assess這些不同的resources 但是呢 大部分的情況呢 都是因為呢 不管是因為天然所形成的這個bundary 或者是因為人為的開發 所形成的這個bundary呢 都會造成一些影響 那這個時候呢 反而會讓一些 一些在interior 就是在這些生理內部的這些生物呢 因為你的這個fragmentation 破壞了它七地的這個連結性之後呢 產生一些影響 所以在這裡面呢 只是要告訴各位說呢 有一些情形呢 藉由這個landscape的這個fragmentation呢 它會讓species呢 尤其是這個interior species的這個物種呢 所以這些呢就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破壞了七地 當然會產生一些嚴重的影響 這個實驗呢 這是真正的實驗 就是說呢 藉由破壞一部分的這個 這個雨林 或是這個森林的地區呢 來看說 這個區域的這個物種呢 是不是真的就會decline 那這個實驗呢 結果當然如同各位想像的 的確是會造成這個物種的破壞 好 那這個是大家現在也非常熟悉的一個 叫做生物廊道的這個概念 就是corridor 很多的物種呢 因為有些物種呢 它不是居住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它會有遷徙 或者是它會有移動的現象 那這個移動的過程當中呢 它需要有一些移動的空間 或是移動的這個軌跡 或移動的方向 這種我們稱為corridor 那這個corridor呢 如果被破壞掉之後呢 就會去限制它的dispersal 那這個當然也會影響到這個 population的這個影響 在我們很多的研究當中呢 可以建設一些所謂的artificial corridor 例如這樣的方式呢 雖然要建立一個highway 可是呢可以建構一些方式呢 能夠讓它能夠 從左邊這個區域呢 跨到右邊這個區域 這是一種方式 可是啊 這種雖然是有一些幫助啦 但是呢 你很難想像說 那動物有這麼聰明 它會知道說要去走這個corridor 那它不知道走corridor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過去 所以這個artificial corridor呢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這個魚道啊 或是這個人工的這些廊道呢 是的確有一些幫助 但是呢 它對於這個破壞呢 還是有一定的影響 換句話說呢 這個人為的這個建築呢 跟這個自然界的這個 生物的這個廊道之間呢 的確是會有一些衝突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 只是盡量的想辦法 能夠讓它不要產生這麼大的衝擊 那各位最近也聽過這個 這個中華白海城的事情啊 就是這個國光石化要蓋這個場子的時候呢 它當然會影響到這個 海豚的這個遷徙的廊道 那那個石化的總經理說啊 這個海豚很聰明 它會學習如何繞過這個區域 這個是我是很質疑啦 就是我覺得海豚當然很聰明 我從來沒有低估海豚的智商啊 但是海豚應該不會這麼聰明到 它走到一個牆壁 它就會自動繞到一些 繞到正確的方向 能夠找到它原本的棲堤 所以我覺得這個破壞當然是很必然 所以是值得非常關注的一件事情 最後呢我們就要講到說 當我們要進行這個生態保護的保育的時候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這個有太多的地方需要保育 可是我們可能沒有時間 或是沒有那麼多的這個資源 可以做生態保育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選擇重點地方 那什麼地方是重點地方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 hot spot Biodiversity hot spot呢 稱為這個生物多樣性的熱區或是熱點 這個區域呢通常是具有比較高的 這個endemic species 就是地區的特有種 或者是瀕臨絕種的生物 或者是瀕臨危機的這些生物呢 這些區域呢我們通常都立為 變成它是一個所謂的這個熱區或這個熱點 然後在這個地方如果我們進行保育的話呢 通常對於維護這個生態圈的 生物圈的這個生物多樣性呢 會有比較立即而且比較有效的作用 所以這是目前各個國家目前在做的呢 通常都是希望能夠找到這些 所謂地球上面的一些 陸生環境跟水生環境的這些熱區或是熱點 那包括這些所標示的這些 陸地上的用橘色表示 藍色的是這個水下的這些 hot spot呢能夠盡量的去做一些 conservation來保護它 讓它讓我們地球上這些 生物多樣性比較豐富的地方 至少可以保留下來 這是一種這個compensate的一個結果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因為畢竟呢我們不可能保留所有的地方 但是呢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可以藉由這個 藉由這個所謂nature reserve呢 來讓這個環境保留下來 可是這個nature reserve 就像我剛才講說在上一節課講的這個 像黃石公園呢它是一個國家公園 它也是一個nature reserve 但是呢它並不會去影響到這個地區的一些 自然的disturbance 比如說森林大火呢 是讓它自然發生的 所以這個disturbance呢是有必要的 是一個functional component ecosystem 所以我們不用刻意的去 去避免這些所謂的森林大火 可是呢如果是人為的當然要避免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這個nature reserve 還是需要一定程度的disturbance 就像我們剛才在上上節課所講的 這個生物多樣性呢是跟median intermediate disturbance 太低太高的disturbance都不好 所以其實要維持一個正常的生態系統 其實是需要有所謂的disturbance 接下來就是要討論到一個 一個這個正反兩面的一個意見 一個意見呢是說到底是要設立一個比較大的保護區呢 還是要設立多個小的保護區 這當然各有各的立場啦 如果是對於某些生物來講的話呢 它的活動範圍是比較大的 如果你是設立大的保護區呢 才有機會讓這些far range的animal 有機會能夠維持一個比較好的population的size 但是呢小的保護區呢可能是比較realistic 因為如果大的保護區呢比如說 你把台灣全部化成一個保護區 那我們什麼都不能開發 那恐怕各位也沒辦法生存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那我們通常的做法呢是 就是找到一些生物多樣性比較多的 像剛才這個所謂的hot spot 然後比較小區域的作為這個保護區 那這個可能是比較realistic的做法 同時也可以讓這個 這個disease的spreading呢會變得比較 不容易整個population都被影響到 但是這個其實也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 因為到底要多小才是一個小的保護區 多大才是一個多大的保護區 在這個例子裡面就告訴我們說 Yellowstone它下面有一個也蠻有趣的 蠻漂亮的一個國家公園叫做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這個park跟這個park 所涵蓋的全部的範圍呢 也才只是他剛剛講說 可以sustain50個individual 這個中熊我剛剛講不是灰熊 中熊的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呢其實已經是很大的一個區域 所以為了維持一個這個中熊它的這個活動範圍 其實要cover的範圍就是一個相當大的範圍 如果你要sustain500個individual的話呢 你可能要涵蓋這幾個 像Wyelming Montana跟Idaho 整個三個州的一個很大的範圍 都必須要變成保護區 變成保護區呢就是要限制開發 對於當地的經濟來講當然是有很明顯的影響 所以在環境保護跟經濟開發之間呢 這一定是有個衝突 但是呢要怎麼樣才能夠有效的 做到兩者之間的協調跟平衡呢 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 在這樣的一個概念之下呢 其實呢 許多國家發展出一個叫做 這個zone的reserve的概念 換句話說就是 它有一個小的保護區 在這個保護區外面呢 有一個所謂的buffer zone 這個buffer zone呢就是 可以有部分的開發 但是呢開發量減少 所以讓這個buffer zone呢 可以維持這個 中間這一個所謂的reserve區域的一個 一個生態的這個多樣性跟物種的這個數量 那這個概念呢 在過去呢 比較implement很好的一個例子呢 是在各位知道 在中美洲一個小國家 叫做Costa Riga 哥斯達利加呢 它擁有世界上一個很大一片的雨林 在這個雨林裡面呢 他們做的做法呢 就是為了要維持這個國家的經濟 所以呢他們並沒有把整個國家的雨林 全部都化作保護區 而是在這個裡面呢 選擇重要的區區 變成是National Park 或者是National Land 然後在外圍呢 這些黃色地區呢 稱為buffer zone 所以是可以有經濟開發 只是低度的經濟開發 而不是高度的經濟開發 那這個過程呢 可以維持這個雨林 那這個是指說 其實可以達到一些教育的功能 可以帶這些學生去參觀 然後可以直接 有機會認識這些雨林的生態 那這個呢 也是指不同的國家 像Fiji Island 或者是Florida Key 這些Centuary Centuary就是另外一種型態 就是一種保護區 在這地方呢 通常都要限制 這個魚類的這個使用 或者是這個一些Activity 那這樣的話呢 對於這個地區的這個 這個地方也是 當然在美國的這個 東岸來講 是重要的這個Reef的地區 對這個地方的這個生態呢 有明顯的幫助 好 那最後呢 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說生態的富裕 Restoration呢 是很困難的 但是呢 如果方法用對的話呢 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 最後大概五分鐘時間呢 就要介紹幾種方法呢 是我們過去所使用到的 的確呢 在不同的環境當中呢 被證明是可行的 那我們要介紹兩個概念 一個概念呢 叫做Bio-Ramidication 就是生物的一種 一種治療 或生物的一種 一個救治的方法 能夠讓這個 被破壞的生態 能夠復原 或者是透過所謂的 augmentation 就是強化作用 這個生態的過程當中呢 如果我們可以 稍微boost一下 加強一下的話呢 對於復甦呢 也是有幫助的 好 舉幾個例子 這是在New Jersey呢 在一個 曾經是一個 礦場的一個區域呢 經過了一些工程 一些基地的改變呢 可以讓它慢慢的復甦成 在經過九年之後呢 就慢慢的能夠產生一些 比較好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表示說 的確是有可能做到 但是你必須要 make一些 effort 它有機會做到 那這個呢 是要介紹一種 很特殊的Bacteria 這個Bacteria呢 它會將這個 一些重金屬 像是Uranium呢 給代謝掉 所以呢 如果你可以發展出 或是利用 現在的這個 遺傳工程的技術 找到一些很特殊的 這些代謝的Pathway 可以利用一些 細菌呢 將這些生物自然界中呢 我們人為所產生的 這些廢物呢 能夠處理掉的話呢 對於這個地區的這個 當地的生態也是可以產生 有明顯的幫助 那這種我們就稱為 它是一種叫做 Bio-remediation 意思是說呢 能夠藉由一些 organism呢 活的生物呢 能夠去detoxify 這個 ecosystem 我們看到結果呢 是經過這個過程呢 它這個Uranium的量呢 就降低了大概百分之八十左右 是非常明顯 而且非常成功的一個方式 這個是remediate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是所謂的 藉由在這個organism 在這個生態系中 所扮演的角色 能夠去強化它本身的這個 這個復原的作用 那這些方式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課本上其實呢 有舉了八個例子 是全世界各個不同 不管是陸域的生態也好 水域的生態也好 還有標示這幾個不同的位置呢 的一些過去的一些努力 我因為時間關係 而且我本來也不打算要講這個 可是各位如果有空的話呢 你回去看 在這兩頁裡面呢 四頁裡面所提到的這些 不同的例子呢 是的確是給我們做不同的 這個生態系的 富裕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參考 所以這些都是告訴我們說 在過去呢 比如說Costar-Riga呢 它的一些問題呢 它透過這些 Biological Augmentation的方式呢 可以讓它變得比較好一些 這是課本上所提到的一些例子 好 最後呢當然就是在下課前呢 當然要跟大家再 重複強調一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這個 永續經營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 我們國家也很重視這件事情 在行政院下面呢 有個叫永續委員會 它基本上是一個跨部會的結構 基本上是希望能夠把 因為它所牽承到的領域 實在是太多 不是只有生物學或環境環保署 這一類的單位 它其實所牽扯到的領域蠻多 所以整個環境當中的Sustainability 就是永續的經營呢 是對我們建立一個 長期的這個環境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 當我們所謂的development 我們通常是要講這個 Sustainable的一個development 那這裡面呢 當然要牽扯到很多的事情 所以在我們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就必須要能夠希望能夠盡量的做到 在開發的過程中 希望能夠考慮到這個自然生態 做到永續的這個經營 課本上最後呢 它提供的例子呢 還是回到Costa Riga 就是 哥斯達利加的這個雨林的發展的歷史 因為呢 這個國家其實是非常窮的國家 我以前在念書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 就是有一些活動呢 會是 特別說是 比如說我們去撿垃圾 撿垃圾之後的這個經費 其實是要去幫助這個Costa Riga的一些 富裕還有一些雨林的保育的工作 之所以會這樣子呢 就是因為這個國家的確是很窮 可是這個國家呢 又是在中美洲地區呢 它的這個熱帶雨林 還有生物多樣性非常高的一個區域 所以要如何能夠兼顧這個Private Citizen 就是這個國家的人民的經濟收入 以及呢 全球的這個生物多樣性 這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當時呢 他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他把這兩個因素都考慮下去 然後希望呢 能夠利用呢 剛才講的這些 不管是這個reserve area 或者是這些 所謂的buffer zone 這些national park呢 他在做的時候呢 也提供了一些經濟的援助 所以使得這個國家呢 你可以發現說 在有了這些幫助之後呢 他的這個infant mortality 就是嬰兒的死亡率很明顯的降低 然後他的這個平均的壽命呢 也明顯的增加 所以就表示說呢 的確如果你把這個國家的這個環境 經濟的經營呢 跟這個經濟的這個發展呢 能夠配合的話呢 這兩者呢 是可以做到的 那最後呢 就是我剛剛講這個biophilia 這件事情 根本上其實很有趣喔 你是仔細看 看到最後一張 最後一頁的時候呢 他舉一個例子 他說你看 在我們過去的這個 發掘這個古老的人類裡面呢 在三萬六千年前的洞穴裡面呢 我們會畫這個動物 然後呢 在過去呢 我們也會做一些這個裝飾品 然後這些呢 裝飾品上面呢 會有這些動物的 所以呢 他說我們人類從以前呢 就是非常喜歡動物 非常喜歡自然 這是這個證據 雖然我覺得這個 不是非常非常strong的證據 但是呢 也算是一個證據 就是說 我們對於這個生物呢 是特別的喜好 那這個呢 是 這個其實就是從這個 Costa Riga 對 這是從 這是從 普魯來的這個 Tree Frog 就是說我們大部分的人呢 不管你是不是生科系喔 就是很多人生科系 當然是對生物特別有興趣 包括我自己在內 可是很多 就算你不是念 生物相關領域的人 你可能對生物也很有興趣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對於自然 本來就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那如果我們能夠更加了解自然的話呢 或許我們可以 有更高的motivation呢 讓我們的環境的issue呢 變成是我們的priority 好 這是整學期的最後一堂課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 在期末考的時候呢 能夠表現好一點 希望大家都能夠及格 好 我的課就上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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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